我大概是三年前開始玩VJ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就是很多年前我認識的我 算是我師父就是肉依這個人 然後他教我一些東西 那我開始在玩VJ這件事情 但是VJ的東西之前很簡單就是投影在 就是投影公路上 然後一個投影機結束再見 但是我大概在差不多2008年的時候 2007年 2008年看到法國的有一個VJ團隊 他把影像投影在建築物上面 利用空間的特性去玩影像這件事情 那那時候就當然嚇了一大跳 然後我就會想要玩這種東西 但是那時候軟體講得你一點技術不熟 那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也是慢慢的摸摸 看到今天我玩的那個VJ的方式是 基本上是很土砲 就是很low end 一點都很簡單 就是用最基本的辦法去玩Mapping Mapping基本上就是描繪 測繪 計算 或者是什麼東西 把那個東西描繪出來 那Mapping在台灣基本上有一個很強的團隊 所以他叫做沒有視視覺 雖然是就是張卡仔他們在玩這些東西 那我跟他們也就是交情也不錯 他們本身也教了我很多東西 所以台灣其實目前能夠在玩Mapping的 基本上也喜歡玩Mapping的人其實不多 所以我希望說VJ跟Mapping或者是video art或者什麼東西 其實它是很有關係的 那我們在看電影 我們在看廣告 我們在看紀錄片 我們在看卡通 其實都 我們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影像這件事情 那但是其實我當然覺得是吃生氣息 可能就是可能關聯性並沒有很近 所以我請了一個聲音的藝術家來 就是跟我一起合作 那我曉得你是一個法國台灣人 他在台灣 他在法國出生長大 然後他念建築 然後他回來台灣之後 在他舅舅 因為建築師師 他本身在德國跟法國也是個 我具小小知名度的一個音樂藝術家 那他本身也做裝飾藝術 所以他上一次在 在學校咖啡館的時候 在學校咖啡館 我那時候要辦一個活動 是請了瑞典的電子音樂家 Peter Banish 然後剛好找到他的展覽 就跟他一起合作 然後這一次我就請他來 算是幫我 來一起搭配這件事情 那我本身是VJ 但是我做的VJ 我本身是做的比較Techno Club 類似那樣的東西 那我本身 畢竟還是聽音樂的 不是只聽電子舞曲 或Techno 或者什麼東西 所以我並沒有 在這一次 並沒有很想要找一個 很舞曲的東西 用舞曲的音樂來玩 所以比較一樣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大概是 你應該是說 我雖然有在做音樂 或是運用一些聲音在做創作 可是其實我發現 我自己沒有真的很認真去想播出聲音到底是什麼 因為對我們而言就是 如果你耳朵沒有什麼意外狀況的話 其實你從 可能在媽媽肚子裡 就一直在接受聲音的訊息 然後我們已經太習慣說 你根本不會去想他的 他怎麼來 然後他的差異就是 因為其實聲音他 雖然像剛剛聽到有一個那個 老先生說 這個問題很恐怖 可是他其實牽涉到的問題有 牽涉到的內容跟知識有很大 比方說 生物結構上面的不同 然後你每個人的情緒狀態 或者是你在不同的教育 或是社會文化下面的那個符號 也都會影響到你聆聽的程度 可是他雖然很難去定音或回答 可是問題是大家都好像不去談這件事情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也不會非常主動 或是去意識到聆聽這件事 我們都是很被動的在接受學習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想要就是 問大家 就是說 你覺得聲音是什麼 這樣 可是就像我們看新媒體 跟聲音書在台灣 他其實是 有點像是突然長出來的 反正他其實是有段存在 就這個東西 他其實說出來是 西方或是歐美音書脈絡裡面 產生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今天要去問說聲音是什麼 聲音書什麼 他當然回答不出來 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沒有一個脈絡是 他循序漸進的發展出一個東西出來 所以這就是 這就像剛剛說的 就是很獨物 我今天去問他一個 他根本不會去知道的東西 可是 話說回來 就是在場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今天都是有關心聲音 或是 不知道聲音書 那你們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嗎 就是你的 你的那個 interview 讓我聽到那些結果 會讓我想到一個東西 像新聞 就是 你知道記者去 就是說 譬如說那一家刺脈 然後去問這個阿伯說 阿伯你覺得怎麼樣 你對那個刺脈怎麼看 就是 其實 然後我們看的一定都 就是他們會剪出那種 其實我會覺得 他剪出了那個 那個 那個 這件事情的執行者 他其實想要輸出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 譬如說他剛剛問你說 那個 受訪的一些背景 就是 這好像其實也關係到說 你只透過他們 講出你要講的事情 但是 你去刻意選了那個 其實 這樣講起來有點不斷 你去選的 對象是 你可能 一看就知道 他跟這個東西 有點距離的 那個 樣子 所以 贏得到的結果是不這樣 那 其實 就是說 你要這樣的結果去 做什麼事 因為如果是一個 如果你是一個反的 一個力量的話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方式 如果你是用 你想要推廣 你想要讓更多人認識的話 其實會有另外一種做的 所以如果他去問周杰倫 什麼是聲音藝術的話 你覺得他會說出不一樣 所以說 周杰倫 嘿嘿 那我想問老K是說 不知道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問過你這樣的問題 就是 你做了四年 那你想要得到什麼 呃四年並不是久不久做 我知道 我知道 在 上一圈 哈哈 其實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其實 可能跟他的想法有一點 結晶就是說 呃四年前我們開始在 接觸到聲音這個領域的時候 發現這個環境其實很少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就開始想要用 每個月都在這邊辦 這種活動的方式去 那這種演出 其實變成 就是台北市生活的一個 常態 那 其實有點可能 有點類似在 在 我覺得也不是在創造一個文化 其實他比較類似在 山中一個 山處一個 所以 那個結果就是 想要得到怎樣的結果 可是我覺得 做了越多 那個啊 就是 就是 會知道那個結果 越不是一個 十分就可以達到的 的 的狀態 那其實是 那其實好像 關心到整個 台灣對於藝術的 認知的 接受的 一些 一個 問題 這樣子